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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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理論 1969年 我建立我五次元世界文化館 也是一個哲學理論 因為我從Kantensky那裡得到啟示 你的作品 你的藝術 要在世界美術史上面留下來 有兩條路 一條路就是創立畫派 好像皮卡索他創立立體派 馬提斯創立野獸派 Kantensky創立抽象派 所以陳檢芳我要來創立一個畫派 第二就是像 Chagart 他的畫很特別他沒有畫派 但是他的畫很特別 人家一看就知道 所以有這兩條路 你的藝術能夠在 美式史上留下來 所以我在巴黎藝術學院 就在尋找這條路 1969年 我找到了 我就整合古今中外的人類的代表的形象 來一語再道 所以我的畫派 跟抽象畫是走180度不同的路 我來講我的畫派有五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 隱形句點 我這裡的畫都是曾經歷史上面 或者現實的世界裡面存在的 第二 appropriation 就是說你將別人的畫派變成你的畫派 別人的畫變成你畫的一部分 但是你自己能夠把它表現出來 我的畫後來被人家叫做新意相派 你有iconography icon 就是人類的時空裡面 歷史裡面的一個代表的形式 被大家了解 被大家接受的 所以我很多就是從世界美式史裡面 做我的題材 然後來整合創新 那第三個特點 就是semilaculum 就是虛擰的境況 這個也是虛擰的境況 你看這個 但是你沒有辦法用camera 來把它拍下來 你只能把它創造出來 那第四個就是時空合一 我們所謂宇宙 就是時間跟空間 我覺得時空還有另外一個關係 時空合一 在我們頭腦裡面 時空是合一的 對吧 所以電腦是在學我們的頭腦 也將所有的這個世界的文化 都在集合在一塊 然後讓我們來選擇 好 那我的這個時空合一 就變成我這個理論的 所以我的畫很簡單 古今宗外的人類的代表形象 你把它拿起來 知何 要一語再道 你知何起來總是要講個道理 所以我的畫跟抽象畫不一樣 抽象畫你說你在畫什麼 他不會給你回答 你怎麼感覺就是那個 我不會有說我這個畫是代表愛 代表仇恨 所以我的畫 第五個是一語再道 或講一個故事 我的畫裡面 就是有這兩種可能性 就是有這兩種可能性 沒有這兩種可能性 我會覺得你會覺得 我會覺得妳有多五種可能性 我會覺得妳有這張張